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映节目一开始来关注的就是 柯文哲因为精华沉案遭到收押觐见了 那么他也搭着警备车前往台北看守所 因为上午五点结果才出炉 北渊特地帮他发专车 而因为过了晚餐时间 看守所也将帮忙准备简单的便当 柯文哲入住的新收房会有两名室友 靠上手铐的他面无表情 快步迈开步伐 把双手上铐被罚警带上囚车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遭积压境界 大批媒体统统围在一旁 高举相机等着柯文哲走出来 听见声音短短一分钟路程 柯文哲全程只瞄镜头一眼 没了早上进法院从容的神情 一句话都没替自己辩解 柯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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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兵正式迫害 柯兵 柯兵 柯兵正式迫害 柯兵 二次级压停 这场生死战 北俭赢了 柯文哲从无保请回 到进入看守所后 不知法院外头 媒体等候 没想到人都还没到 看守所外也已经聚集 大批民众激动大喊 柯兵正式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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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料到已经预录好影片 想对小草门喊话 大家好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我的状况 不好意思 让大家担心 其实你们照顾好自己 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忙 请大家认真过每天 快乐过每天 心存善恋 尽力而为 让我们继续努力 接下来按照惯例 柯文哲身上衣物 得全部脱光 进行全身检查 确认没有违禁品 个人物品也都要交出来 接着再询问健康状况 确认都没问题 才会配房 这回柯文哲入住三人房 但因为赶不上 北索晚餐时间 因此有另外帮他准备 简单便当 菜色有香卤猪脚 红烧鱼 蔬菜跟小鱼味噌汤 到底什么时候能走出看守所 就得看律师有没有把握 拿出更多证据来反击 地边的新闻 纵火报道 今天最新我们也来关注的是 各界的反应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遭到收押 包括了彭博社 日本产经新闻等外媒 都以快讯报道 日本东洋经济标题写着 这是台湾第三势力领袖的逮捕剧 而日本现在经济周刊则说 被吹捧为台湾新英雄的政治家 出现不幸的结局 产经新闻则说 民众党全党挺柯文哲 但是现在面临了全党危机 这是各界的关注 好我们就继续呢 再来看的是相关的报道了 柯文哲呢 在担任台北市长的期间 涉嫌图利精华成案 检方声压失败 提出抗告成功 二度开积押庭 而这回柯文哲被裁定积押禁件 法官认为柯文哲在金华成案当中 身为市长明知违法 还执意通过 二战积押庭 结果逆转 原本裁定无保请回 柯文哲变成积押禁件 被上铐带上囚车 送往台北看守所 北院预知积押理由 认为柯文哲明知道超过 560%的容积率给金华成一案 已经违反法令 却还是急于通过 以致神清金或不法利益200多亿 涉嫌贪污图利 属于最亲本刑 5年以上有其徒刑重罪 而且有灭证 及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 而这回二度面对积押庭 新为高院认定 他积极介入金华成案 决议发回根材 陈生法官为了保障柯文哲的防御权 以第一次积押庭卷宗内容审理 但这回没办法自行离开法院 柯文哲在早上9点多 来到台北地方法院 跟律师一起月券 大约半个小时完成 而就在下午两点钟 第二次的接压庭也正式展开 第一次接压庭 北院认为柯文哲 不是北市都委会与会人员 无法直接知识开会情形 自身也没有相关专业 检察官所提示证 还有其他合理解释空间 犯罪嫌疑不重大 无保请回 但高院认为 依照彭振生 朱雅虎 以及邵秀配等人证词 朱雅虎与应小微对话记录 柯文哲被扣的 随身物品记载内容 在参着朱雅虎 受雇审刑金的目的 审刑金行贿 应小微犯罪嫌疑重大等等 因此认定柯文哲 有积极介入 金华城案的客观事实 二次接压庭 法官认为柯文哲 确实涉案情节重大 裁定积押 彭振生可能有针对 进化成容积律案的 一些重点 针对一些关键的时间点 或者说公文是谁签署的 或者说以及 到底谁交办 谁放准 那其实都是 检调所掌握的新证据 不过台北地院二号 裁定柯文哲 无包请回 就是认定他 设案证据不足 北检动作频频 似乎就是要 力拼羁押柯文哲 但吕正业法官 采用救世证做法 引发讨论 但无论是依据哪些内容来审理 柯文哲依然进了 看守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次柯文哲二度的 鸡押亭律师团队 阵容更坚强 有震声员陆正义 再加入一名 由法官检察官经理的 萧毅宏 而北检面对第二次的机会 则是背起了相关证据 由天下第一组 中组检察官江振宇 再次领军 对决王牌律师 柯文哲律师团 抵达北院门口 走在最后面 顶着光头相当显眼的律师 就是柯文哲新战力 曾经担任法官检察官的 萧毅宏 这次阵容坚强 还有头发有些苍白 拖着行李箱证声员 以及两手提着行李的 陆正义 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力拼免收押 再增加律师 而这次的阵容 会是助攻还是苦战 外界相当的关注 而另一方面 北检的部分 获得再次的机会 这次由检察官江振宇 带头领军 柯文哲A级律师团 证声员司法官四十期 曾担任台南台北黑金专组检察官 以及前特征组检察官 根据了解 可能是由立委黄国昌牵线 加上长处在会计金流相关的案件 因此成为柯文哲委任律师 而新加入战队的 萧毅宏 电机系毕业 学历丰富 还有担任嘉义地方法院法官 以及台北地检署检察官经验 在法界超过十年资历 最广为人知的 就是他在脸书创立的 一起读判决 萧律师他有当过法官 所以也许在法官的这一部分的话 那他也可以去补足说 如果我今天当法官 我的心态会如何 会看着什么样子的点 而北检面对第二次 家庭有不能输的压力 由北检天下第一组 中组新任检察官 江征玉领军 司法期四十二期的 他战机辉煌 曾办过前检察总长 黄世明泄密案 赵峰金控案 以及台铁谱优马反复事件 带领检素黑金专股 检察官林俊言 办过阿格斯交易 西津十九议案 以及司法官训练所 五十期的郭建宇 协助侦办过重大贿赂案 大家知道的 这个普悠玛的案子 应该也是由 江浅长官在宜兰 这边所办理的 那这两个案子都蛮有名的 那据我所知 后来的被告 也都是被判决有罪 第二回家庭双方找来 有司法重大案件 相关背景应战 北检带着有力证据 再次出击 TBS新闻告知 有网络商礼杰 SNG小组采访报道 柯文哲第二次的家庭证 是展开 不过在准备程序的时候 其实呢 陈正法官就认为 两兆首方应该要平等 其实在检方之前 申请了限制月券 如果呢 又参着新的市政的话 等于是突起柯文哲 对柯文哲来说 不公平 柯文哲案 北检提抗告成功 就是高院法官参佐新市政 认为柯文哲积极 介入金华城案 吕正叶避免 柯文哲被突袭 保障权益 和抗告原因恐怕有冲突 但会这样做 和他过去经历 可能有关系 吕正叶2007年 从律师转任法官 曾因为审理八个案件 每依照刑事诉讼法 用传票传唤被告 剥夺被害人 倒停陈述意见的机会 片面向被告表达 否定告诉人 请求损害赔偿 2013年遭监察院弹劾 月凤被捡20% 期间一年 恐怕就是这样 让他更重视双方权益 如果他们没有清楚 知道这些新的资料 到底是什么的话 或是太多 没有时间让他继续 这个去处理的情况下 这件案子最好的部分 就是大家比较公平 但参佐旧资料 对于最后的结果 会不会有差异 今年其实才有同样的案例 也是由吕正叶审理 国民党议员陈崇文 台志光案涉嫌收 会尽千万遭到生压 北院法官考量被告权益 保障以及维护公共利益 并审着比例原则 衡量没有积压的必要 裁定200万交保 检方抗够成功 吕正叶成审二次积压庭 同样以第一次积压庭市政审理 认为陈崇文为了 避免受到重刑惩罚 虽然暂时坦诚部分事实 还是可能在未来 避重就轻翻供 甚至勾串供犯或证人 为了保全证据 而且是贪污案 确实无法用聚保 则负限制住居来替代 改裁定积压禁件 因为法官每件案子 都是独立审判 那就算这件案子 以前曾经有别的法官审理过 那可能做出 不同的结论的情况下 都不会说是自打脸的情况 因为每个法官都有 自己独立的见解 跟独立审判的空间 原本无保请回的柯问哲 再战积压庭 碰上不同法官 裁量依据也成为话题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这次北院裁定积压禁件 而这结果律师 当然也会提抗告 替柯文哲拼自由 如果高等法院发挥重裁 柯文哲将再开机压庭 但是高院驳回的话 短时间内 柯文哲就没有办法 离开看守所了 柯文哲的家庭 从5号下午2点开始 检方跟律师展开攻防战 但不管北院的裁定结果如何 一定都有其中一方不满意来 提起抗告 这回柯文哲二度进到台北地院 开机压庭 最后法官裁定收押禁件 换成律师将提起抗告 要帮柯文哲恢复自由 而案件最后也将送到高等法院 等待高院法官裁定 不符的那一方 都还是可以再抗告到高等法院去 那如果高等法院 他驳回了这个抗告申请的话 那么案件就会确定下来 那假如高等法院 他把案件再发回给地方法院的话 地方法院还会重新做裁定 那这个裁定不管是哪一方 这不符的一方 都还是可以再做抗告的 也就是说 抗告书一就会送到高等法院 而审判的法官会和上次不同 柯文哲遭到收押禁件 律师会提起抗告 替柯文哲力拼自由 若高院法官发回重裁 及家庭就将再度重开 但如果驳回 柯文哲确定短时间内 无法走出看守所 无论如何 抗告书都会再次送到高等法院 这轮回恐怕不止一次 因为在前桃源市长 郑文燦涉滩案时 早就有限力 郑文燦步出桃源地院的这一刻 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因为他在看守所待了一个多月 回顾这场攻防战 郑文燦在7月5号遭到检方声压 当时桃源地院裁定500万交保 检察官当庭抗告 高院法官发回重裁 尽管积押亭重开 只有提高保释金 检察官同样提抗告 高院法官再度发回 直到11号第三次积押亭 桃源地院裁定收押禁件 郑文燦的律师提抗告 遭到高等法院驳回 藏调不能再抗告了 才终于结束 郑文燦三渡进法院开机压庭 却没办法再走出来 这回柯文哲的金华城闭案 检察官持续搜集关键证人的证词 最后台北地院裁定结果出炉 柯文哲收押 检方获胜 律师将再提抗告 这抗告轮回 短时间内海无法结束 而民进党前立委高嘉瑜 还揭露的是金华城的容积率变更 之所以能够一路过关斩将 是因为微经集团创办人 沈庆经布局之深之久 包括在北市府跟周遭 安插了九名金华城的关系人 其中三人都被收押警戒 金华城可以布局这么深这么远 也难怪可以拿到 一两百亿的龙击率 因为整个市府的囚证 旁证裁判都是自己人 前立委高嘉瑜发文点名 九位金华城的关系人 只是沈庆经从2016年 就开始布局矛头先对准 前经委刘德勋和前台北市长 黄大洲 黄大洲电话没接 而高嘉瑜点名的还有担任 都委会会议主席的彭震生 涉嫌收审金金贿赂的 应小辉以及他的顾问 吴顺明 曾任都发局前副总工程司 之后去了微经集团子公司 赵新公司当顾问 三人都收押警戒 至于驯后请回的 有钱兵役局长朱雅虎 曾任微经旗下顶月 开发担任董事长 面对高嘉瑜的指控 朱雅虎没接电话 高嘉瑜认为被吴宝请回的 北市队会殖命邵秀 配对奖励方案出力甚多 更直指未被约谈的 都发局长黄一平 核发精华成840%容积率 很多程序发生在他到职以前 那他就职就任之后 也都有申请执行回避 北市府已将邵秀配调职 高嘉瑜也点名 贺文哲的智库监视 葛树人是中华工程独立董事 我是去年被邓家机邀请进入 和新故乡之库 他们在申请金华成案的过程 我们从来没有参与 强调不讳也没办法进入金华成工作 金华成案持续延烧 与省庆金真有牵扯的人 检调早已锁定 而金华成案插住了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应小微涉嫌收受 微经集团的汇款 目前遭羁押禁件 而上午国民党中央考计会 也召开会议 做出决议 如果应小微后续抗告失利 将以党纪论处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应小微社会遭到积压 是否处以党纪 国民党考计会 5号下午做出决议 推翻市党部原先决议 一旦抗告失利 将先以停权论处 只是看看2020年 立委集体社会案 国民党对时任党籍立委 陈超明可是立刻停止党权 如今下手似乎轻了一点 要欢迎社会期待 却不愿除之而后快 毕竟将北市议会版图 摊开来看 民党议员席事 加上乌党籍与其他小党 若再获得民主党四席支持 共计26席 反观原先占绝对多数的蓝营 在陈崇文 应小微接连遭羁押之后 已无法单独过半 得寻求蓝白盒 才能免于苦战 但民众党团就提醒 若部分蓝议员 紧咬柯文哲社会 恐怕让合作难上加难 破碎的新人 如何补救先阶段 似乎管不了这么多什么蓝白合作 之后再说 TV变形花车争议会 台北的院士认定 金华城案当中 柯市府自创20% 容积奖励涉及违法 不过民众党立委黄国昌 指出在监察院纠正台北市政府之后 蒋市府都委会开会讨论 最后认定20%容积奖励合法 质疑难道蒋市府也配合违法图例吗 4月30号这天 金华城采开记者会 怒空被好市府霸凌血泪 强调一切合法合规 但议会早就察觉不对 批评科市府花公堂 帮金华城补习 拿20%容积奖励 摊开当时依循法令 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说 按照都市计划法第24条 20%的容积奖励中 其中第一来自任性城市贡献奖励4% 还有智慧城市贡献奖励 以及宜居城市贡献奖励各8% 不过其实这些名目都是金华城自提 等于无视台北市土地使用 分区管理自治条例 为什么是用准用而不是用适用 由幕僚小组会议先研议 研议方案以后再跟专案小组会议来讨论 被执一科市府独厚金华城 但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就反击 难道奖励案也配合违法图理 现在的台北市府重新开了会的结论 是这20%是没有问题 搬出蒋市府都发局新闻稿 在今年1月24号内容载明 针对监察院纠正容积奖励 都委会讨论审议确认都符合程序 如今北市都发局再表示 市府查看金华城办理过程 是符合都市计划法制程序 指示是否是法将尊重法院裁定 而台北市还要设处改建案容积率值B1% 台北市新华饭店资金人在拆除阶段 未来将改建成地上25层 地下8层的一共176户的住宅大楼 不当位置就在金华地段 民生东路三段上容积率更高达933% 监管处解释 新华饭店申请委老重建时 是以饭店原始的容积率当作基础容积 再加上为老奖励值才拿到高达933%的容积率 所以金华城移云高容积率也不免被质疑 TVN新闻李昂南 杨佩宇谈唱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争取信yi 划算 有点二时间 能够 Omar 监管网坟 喝点火 勿佣